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中文投资网的美股收盘分析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Brand 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美国股市的一个金融变化 截止到今天收盘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美股三大指数都是呈现着一个向上拉升的一个状态 那非常令人激动的是 道琼斯指数呢出现了近一段时间以来的一个首次领涨 道琼今天大幅度向上拉升上涨了超过1.31%的涨势 那这证明呢,道琼只有30家公司 这30家龙头公司的一个上涨幅度 非常的强势才能推动市场走高的情绪 所以道琼今天的表现非常不错 那么反过头来看一下标普 标普也非常好 在30分钟图形上面经过了前期的一个横盘整理 对2745和2692这个平台的一个消化结束之后呢 标普最终还是选择了一个方向向上 那么这一轮呢,我们应该可以期待 可以直接的向上去突破2800的这个位置 那大家要看到标普和纳斯达克今天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全部都留下了一个跳空缺口 那么这个跳空缺口将会成为日后市场回调的一个理由 所以市场不是说 它就会在大家就是觉得已经没有关系了 可以放心上涨的时候 反而还会出现下跌 在下跌的时候 你应该是不要恐慌去逢低介入的机会 那这也是我们之前平常跟大家强调的 什么是到底什么是逢低介入的一个操作方法 那现在呢,标普即便短线向上很强势的去突破了2800的位置 但是大家要记住,我们今天做的手盘分析 在差不多是2764的这个地方 2765的这个地方标普是存在一个缺口的 这个缺口会在短时间之内被进行一个回调 那今天市场当中呢 虽然是上涨 但是早盘的时候还是有利空消息的影响 比如说今天早盘美国总统特朗普 他是表示说美国的医药方面的这个价格啊 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而且还特别点名了 倒琼30的一支成分股辉瑞 他说辉瑞的药价呢非常高 他们正在侵蚀着美国人的血液 这个是对市场一个比较利空的一个影响 辉瑞呢今天早盘冲高之后出现了一个向下回调 但是最终价格呢还是收正了 证明这个影响性在做一个削减 但是整个今天XBI是生物科技Biotech的ETF 最终还是呃呈呈呈呈呈一个收跌的一个状态 那距离前期的这个高点101.55 还有有那么一点点的距离 那接下来我们看接下来两天有没有机会 向上呢去做一个突破 呃另外消息方面呢 推特今天早盘是出现了一度将近10%的一个跌幅啊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推特呃 关在5月和6月差不多一共关闭了7000个呃 虚假账户 可见推特的虚假账户也非常多 那么关闭了这么多账户就会让市场觉得 呃会影响到推特的业绩啊 这个日活跃的用户啊 月活跃的用户是不是会对公司造成影响 所以大家呢比较担心这一点 那但是今天盘中的时候 还是上向拉起啊 CEO表示这个呃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所以价格呢又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向上拉升 那我关注推特的继续的一个反弹行情 好的呃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这个比特币的一个走势状态啊 比特币的走势行情在隔夜市场当中呢是呃 继续着维持着一个震荡的走势 在今天盘中时间是出现了一定的下跌 但是这个下跌主要是因为有一家交易所可能是丢失了1200美元价值的1200万美元价值的数字货币才导致了一个下跌 但是我们看到市场呢还是向上做了一个很快速的一个修正 那比特币呢目前仍然在6300美元上方的位置获得了一个支撑 呃短线是66006666美元的位置呢获得了一定的支撑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6666美元的这个支撑能否持续 如果可以持续的话我们还会认为呃市场向上走高的技术形态上角度上来看还是非常值得确认的呃需要我们有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就是呃在我们牛况1668的这个平台上面有跟大家呢呃写回一篇文章呃是我们的编辑团队写的 说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了比特币etf的申请去年我们都知道比特币的etf被拒绝了那么今年的比特币etf被再次的重新申请 但是去年拒绝的时候还没有期货经过一年的一个准备啊我们看到有了期货的市场之后呢比特币的整个走势也变得相对应的 交易之前稳定了一些尽管今年是回调的但是相呃这个波动的情绪有所稳定 那么这对etf的一个推涨是非常非常的利好呃我们相信呢在呃2019年呃一定最晚最晚2019年的时候比特币的etf也会上线 那么很有可能会提早2018年年下半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sec正式的去呃通过这个etf比特币etf的一个上涨 如果比特币etf正式出现的话那么对整个市场的一个呃币圈的一个牛市情绪呢将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振 好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拜拜